嘉靖皇帝 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神秘传奇的帝王 他15岁侥幸当上皇帝 却执掌大明江山45年 在位时间仅次于后来的万历帝 但后人对这位帝王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的智商可以排进明朝历史前三 他的帝王权术可以排进中国历史前五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嘉靖执政期间 有20多年没有上朝 但照样把文武百官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种行为纵观中国历史 绝对是史无前例 也有人说嘉靖虽然聪明绝顶 帝王权术玩得炉火纯青 但他并没有把这份聪明才智 放到治国理政上 嘉靖执政后期任由严党把持朝政 朝廷腐败内忧外患 而嘉靖本人则忙着在深宫中炼丹修仙 因此后世有学者在讨论明朝灭亡时 提出一种明王于嘉靖的说法 那嘉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帝王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某半评分高达9.7的神剧 大明王朝1566 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位传奇帝王的心路历程 和权谋手段 嘉靖39年发生了许多怪事 首先是这年冬天 京都和附近几个省份 居然一场雪都没有下过 这是大明朝开国以来 从没有发生过的异想 一种流言开始在民间不进而走 一冬无雪明年必定是崇皇大作颗粒无收 饥荒静在眼前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除了老天爷不下雪之外 国库也出现了重大亏空 连京官都被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补动百姓的疾苦更是可想而知 再加上前段日子 皇宫内莫名其妙突发一场大火 烧毁了嘉靖练道休闲的万寿宫 种种巧合之下 一种可怕的舆论 悄无声息地涌向嘉靖 这就是天前 是上天对嘉靖的惩罚 面对如此强大的舆论 嘉靖终于坐不住了 这个一向沉迷修道 信任方式的皇帝 在连续摆了好几次 罗天大教骑雪未果后 终于想起自己 还有一个专业的气象局机构 星天剑 于是嘉靖立刻召见气象局主管周云毅 让他找出一个三代以来 盛世无雪的例子 以此来证明 今年不下雪和嘉靖没有半分关系 但周云毅真的能给出 嘉靖想要的答案吗 这个一脸正气的男人 是大明朝气象局主管周云毅 嘉靖39年的冬天 没有下过一场雪 嘉靖找来周云毅 想让他出具一个盛世无雪的报告 来证明无雪并非天灾 但周云毅的回答非常硬汉 很明显 这不是嘉靖想要的答案 而且一个气象台主管 怎么会知道国家财政大事 是谁教你对皇上说这些话的 面对东厂太监冯保的问话 周云毅则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原著中这里有一个细节 冯保本来一直在诱导周云毅 说出幕后主使 但当周云毅铁心不说后 冯保略带可惜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两只本来成外八字站着的脚尖 突然向内一转 站成了内八字 接着下达了停账的命令 而外八字变成内八字 就是死账的信号 就这样周云毅被活活打死在宫门之外 那周云毅的背后究竟有没有人指使 打死周云毅究竟是来自嘉靖的命令 还是冯保为了邀功上位而用力过猛 这个暂时不得而知 但周云毅的案例 无疑是职场上的反面教材 他自诩为正派清流官员 却以官方身份坐实民间流言 这不仅仅是对嘉靖的反抗 更重要的是 很可能会让民间舆论继续发酵 到时候万一天下动荡出现民辩 他是忠诚还是奸诚 真不好说 这也告诉我们 作为员工 不管平时对老板有多大的意见 如果公司出现危机 一定要以公司利益为重 如果只是一味带入私人恩怨 不顾大局 那无疑是一种缺心眼的表现 而周云毅的死 也正式拉开了这场权力斗争的帷幕 周云一死了 嘉靖迫于无奈 只能颁布了最几兆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 他将独自在西苑玉溪宫 斋戒骑雪 时间一晃而过 尽管嘉靖地诚心骑雪 但一连半个月 仍然是滴雪未下 不过就在正月十五这天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嘉靖三十九年 天线意想 整整一个冬天都没有下雪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一场天灾即将爆发时 正月十五这天 终于下雪了 雪 雪 下雪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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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如鹅毛的雪花从天而降 皇宫内的小太监 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大喊大叫 但很快 就被他们的顶头上司冯宝制止 我看你们谁敢喊 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冯宝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升职加薪的好机会 天大的祥瑞啊 我这就给皇上去报喜 然后去私里见 很明显 冯宝之所以让手下小太妾净声 就是为了抢占先机 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嘉静 嘉静一高兴 保不准就会赏她点好处 但很快冯宝就知道 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愚蠢 这个被冯宝认作干爹的太监是吕芳 是斯里坚掌印太监 说到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明朝特殊的权力机构斯里坚 斯里坚说白了 就是一帮太监组成的秘书处 和外朝的内阁所对应 本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 明确下令宦官不得干政 但由于后代皇帝越来越懒 斯里坚的权力就越来越大 简单来说 内阁负责提意见 主要行使票拟权 而具体审核由斯里坚负责 主要行使批红权 皇帝内阁和斯里坚 组成了一个不等边三角形 其中皇帝高居于顶端 内阁和斯里坚位于底边的两端 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自由控制两边的长度 这也是加进皇帝最喜欢玩的高端操作 而吕芳就是斯里坚的一把手 吕芳之下还有陈宏 黄警等部门高管 至于冯宝虽然认了吕芳当干爹 但他还没有进入斯里坚 只是一个提督东厂太监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冯宝之前会各种引诱周云义 说出幕后主使 为什么下雪时要抢先给家境报喜 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尽快上位 但冯宝忘了一件事 他和家境之间还隔着一个斯里坚 是属于典型的月级汇报 我还以为皇上一高兴 就让你进了斯里坚了呢 吕芳表面温声细语 但扑面而来的寒意 让冯宝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这时一旁的陈宏还忍不住补了一刀 这下冯宝才知道自己惹了大火 其实冯宝这种行为 也是职场新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总想着抢功越级引起老板的注意 但每一个机构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规则制度 这样才能保证机构的平稳运行 月级汇报就表示 你根本没把直属上级放在眼里 如果人人都这样 那这个部门领导还有必要存在吗 最关键的是 老板真的会喜欢月级汇报吗 家境的态度已经说明一切 他很不喜欢这种贸然打破规则的愣头巾 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 当然这个惩罚不应该由家境来下打 所以冯宝就被吕方罚跪在雪地中整整一夜 差点被冻成一根冰棍 这就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为职场新人 最重要的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要想着急于求成 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 要知道直属上司才是影响你晋升的关键人物 同样是报喜 相比较冯宝 差点搞死自己的愚蠢操作 我们来看看高端玩家吕方是如何办事的 首先作为部门老大 吕方要带着众人一起去给领导报喜 根本没有吃毒食的打算 接着吕方解放众人 天降瑞雪本来就应该高兴庆祝 这是吕方的聪明之处 也是嘉庆最想看到的结果 那么你们学到了吗 与此同时 一场精彩绝伦的预前财政会议即将开始 各方老狐狸又会使出什么样的花招 这个我们下回再说